今天我們在這裡是本來是想要拜見城市中的 打這一場上真的很辛苦 民眾辛苦 醫護人員也非常的疲累 從1比5變成1比9到15 請問這樣的高護病理是要讓我們婚禮人員做到死嗎 獻奇改善 這種機關署衛國部西裝號不及格的成績單 我們直接轉身把它貼在機關署的大門前面 那今天因為重重的警力保護坐在裡面的城市中 獻奇改善 參世中出來面對醫療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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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疫情不停的燒卷的人數增加 隨著重症的人數也不見增加 不只民眾受到感染 連醫護人員也一直受到感染 然後指揮中心卻一直提出一堆計畫一堆流程 很多人都反應有看沒有懂 看懂了也無法就在基層上面 對我們來說這根本就是在推卸責任 問題不但沒有解決 還眼睜出一些奇奇怪怪的問題 政府一直強調滾動式修正 滾到現在變成急診室栽爆 醫療人員感染必須上班 衛生所的同仁沒有辦法休息 這樣子的滾動修正 根本就是單方面的碾壓 我們各類型的醫療人員 因此我們在這裡要求政府正視我們醫療人員的需求 請聽第一線人員的心聲 我是一個在急診工作的醫師 那在一個多禮拜來 我們經歷了像地獄一般的工作的生活 急診外頭排隊的人工持續的增加 但是能夠調度能夠實際上線的醫護人員 並不會因此而增多 反而會因為確診隔離而有所減少 那即使啟動了以篩代格照回政策 這種長期已經人力吃緊的窘況 並無法及時而且有效的應付 這些翻倍的臨床任務 讓我們很多同仁都大喊 真的被壓的喘不過氣 真的好累 已經達照顧負荷的上線了 那在身體疲憊不堪之餘 我們還是一樣要不斷的持續吸收 家屬以及患者不耐與焦慮的心情 即使發布了醫療降載 為了要收治更多的確診患者 還是有很多會員 像本會申訴常規手術排滿 開設非醫療照護必要的入院 那再加開防疫專的病房 或是一般病房 必須開設更多部分床位 以執行困固照護的時候 為了要符合指揮中心所下達 多次下達三日之內 必須開設完畢的指令 院方的前置作業是顯得混亂一章 但只求快速上線 這樣的結果這樣的現實 就是會員再度來申訴 在照顧確診患者的時候 還是發現防疫物資不夠使用 而且在通訊設備不足的照護情況之下 照顧中重症或者是生活無法治理的患者 兩名大院方的同仁 只能夠不斷的穿脫這些反覆的裝備 才能夠與醫師聯絡 然後持續的進行後續的醫療處置 那這些機程不斷的反應 對於院方作為的提醒 疑慮還有擔憂 皆不被重視還有回應 造成能力看制不大 通訊通風設備 防護裝備不足 還有動線規劃不全的問題 不僅影響了醫護的安全 病人的安全 我們也想問 有誰能夠顧及一線醫護同仁 醫事同仁的身心狀態呢 我們深表一看 去年疫情之後 因為專責病房成立 所以我也不顧希望 我們可以1比5的照顧專責病房 但是大家並不知道 我們專責病房是個高依賴的單位 所有事情都是護理師全部都要做 沒辦法講這些任何的人 包括打針、發藥、餵食、灌食、身體清潔 然後管入換消換洗 都是我們護理人員 我們1個病人就要照顧1個小時 5個病人就是5個小時 我們一整天一趟治療 兩趟治療這樣子就要耗費了10個小時 還不包括所有的穿透隔音 跟打任何的護理紀錄 我們每一個人至少平均要加班2到4個小時以上 而因為今年疫情大爆發 然後不包括了開立專責病房 所以我們的能力更顯不足 衛服務的解決方式 竟然是依照醫療基本標準擴大照護病 從1比5變成1比9到15 請問這樣的高護病病 是要讓我們護理人員做到死嗎 依照國外的文件表示 國外的護病病是1比1到1到2 但是他們醫療部署的時候最多5到6 但是那個衛服務給我們如此高的護病 是要讓我們操到死嗎 四月中疫情開始蔓延 地方衛生所負責居走業務的同仁 每天面臨的個案量從幾十幾百到幾千 業務增加的速度 完全比不上現有能力可以處理的速度 所以才出現了大家所說的確診了 卻沒有收到居格通知書的問題 因為隨著疫情的延燒 業務量持續的堆疊 確診的隔離書 延遲的偏數也突見了拉長 而且第一線同仁除了要打電話給確診者 確認資料無誤跟進行衛教之外 明明可以設計成自動帶入的一些基本資料 卻因為系統遲鈍 導致人員要一個一個自行輸入 連隔離的日期都要人工計算 正因為衛服務法傳通報系統的量能不足 而無法順利上傳資料 導致業務的停止 那這一切都讓衛生所同仁 從四月中開始就持續的加班 基層同仁平均每天上班16到18小時 護理主管更是24小時待命的狀態 我們過去所享有的這樣子的安逸的 舒適的物美價廉的醫療服務 其實都是建立在剝削人力 把我們的醫療的資源 人力成本壓榨到最後一點 這樣子的一個條件之下 才能讓我們的民眾 像得來素一樣在使用我們的急診 隨時隨地都可以就醫 而這樣子的一個醫療的品質 其實早在疫情開始之前 就已經不堪負荷 那在這個疫情之下 更是被壓得喘不過氣 不僅沒有休息 在我們上班的這個過程中 連要早時間喝一口水 都已經是一個奢求 我想這樣子的道理 我們坐在裡面 等一下還要開防疫的 這個記者會的這個陳時中部長 他不會不懂 官員這些指揮官 也不會從疫情當中學到教訓 去改革我們的醫療的環境 到那個時候 當你在問我們 這一切值得嗎 陳時中部長 我要告訴你 我們的答案一定是否定的 其實我們要在這裡強烈要求 指揮中心及地方主管機關 請聽基層醫護的 醫護團體的訴求 來其實修正所制定的政策 唯有第一線的困境真實的被傳達 才可以討論出更實際 更有效率的人力運用方式 才真正的達到團結抗疫的效果 面對醫護 終結血汗 面對醫護 終結血汗 這個人間感覺 最終端的發燥 這次